在现在的疫情球场都关闭了 我们只可以举行线上的训练 其实之前电上的活动我们都举行过了 今次我们累积了一些线上的训练经验 我们就可以有一些改善 希望在这段期间球场关闭了我们利用线上 就令到学员都可以保持到他们的体色能 和一些学习的兴趣 从而令到球场开翻之后 我们可以尽快去投入训练 线上当然比一个实体训练 我们遇到的困难是会多很多 例如在技术上运用一些网上的器材 或者在一些软件方面 对我们一些教练又或者学员 都是会一些新的尝试 当然今次我们有了经验之后 其实这些情况 我们大部份的学员和教练都适应了 另外就是当然在一些大型的动作 或者是一些战术上的训练 始终在网上比较困难去练练 希望我们在场地开翻之后 我们可以利用在网上一些个人技术的训练 去帮得到维持一些个人的训练 如果你说现在这一刻 你用Zoom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 就是你有一定比完全零 是会更好 就是起码我们透过Zoom 一来我们可以做到一些平时 我们在球场上面 未必会有一个很奢侈的时间去做 例如讲一些战术 有些球赛分析 就是这些平时在球场上面 没有可能做得到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讲课 去跟他们做一些可以在电动上做到的事情 我们可以播一些影片 跟他们分析一下比赛 另一方面在Zoom上面 其实我们都可以当是 跟球员之间的一个维系 因为始终如果我一停滞 我们Zoom都没有 其实可能我一年半载 或者三个月都见他们来不到 可能到你再见一面 其实可能他们成长得很快 可能两三个月完全 可能已经变了另一个人 其实Zoom都有好的 我们希望在一些线上的课程 我们都做了一些教材 令到将来如果真的非不必要 我们要暂停训练 我们可以及早用一些线上的教材 让学员维持有限度的训练 另外也希望在球场开完之后 我们都可以令两方面 平时学员未必可以在球场训练的话 他们都可以透过线上的训练 可以有部分可以自学